好 上 看起来 你看这表情多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新 现在直至北京的秋天 每天早上都起床困难的我 今天奇猛了 准备到天坛公园来个成练 我听说这里有一群身怀绝技的 民间高手每天在这里锻炼 咱们去找找他们吧 走进天坛公园 晨练的人真不少 大爷大妈们娴熟的在健身器材上 做着高难度的动作 我是一般的 哎呦不 可不一般 这都是比我优秀的 大爷邀请我来调这个 什么 要这个单望 站着呢 挺大事 这给他起来 这个手没有 切住他 抓紧啊 不定这么嚼住 好 来说 切口油 扛起来 你看这表情多痛 扛起来 手腿 一二跳 你这气蓬住 慢慢地地 不行 上回去 立起来 这个叫长天 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以后两个胳膊夹紧 对 很好 对 不错 别放下来 别放下来 不行吧 没玩了 你这个不行 你不能那个 不能玩 刚才那些项目 我真是来不了 我觉得下面这个比较适合我 对 打到健身了 私底就行 我用打高难度 博士 你这什么情况 你觉得有钱 61 什么 70减 每天来 你刚才练那个动作 练了多长时间了 练这个十多年了吧 我踢健子踢了20年 谁运动 谁快 运动不是受痛苦 而是找菜 精力充满 每天的进程状态要好 进尽时好 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老年人身体健康 每天快乐 年轻人家强锻炼 就是来一个好身体 年轻人老年人都应该做 不单是一个对身体好 是你能在我们家成就 能兴奋 也能交朋友 这个是做运动的 最根本的 没想到没想到 这陈恋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还能收获养生秘籍和人生哲理 爷爷奶奶们的生活也太丰富多彩了 相比起我每天不仅不锻炼 还奶茶火锅一顿不辣 我真的深感惭愧 10月23日是重阳节 赶紧跟咱们爷爷奶奶锻炼起来吧 拜拜